看一下这车,这是一个10年的奔驰C200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 咱们站远了,看不见 进了,我给你们看看 这上面字,看得出来啥字吗 乱停啊 这是一个停车,也是一个深度乱停车的一个患者 被治了一下 这个治的也是不轻 因为为什么呢,你们现在 从视频里头看出来看到的这个字 它 抛光是处理不掉的 你像 咱们 看一样 简单看一样 这个深度 虽说没伤到底漆,但是已经把 面漆和这个银粉 已经给它拉了 所以说抛光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可以看到 整个拉的都起茬了,只要一起茬,这就完肚子喽 看下这更深 这就是一个落款的乱停 嗯 像这个问题啊,咱们 别看它是简单的一个这么个深度的字体啊 咱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整体拿 干磨机,而且还得是大号的杀纸 整体给它打磨了 之后 刮上一层 板金灰 然后让它附着力更好 为什么 必须得刮板金灰呢 别看它就是一个 字体 这个划痕 但是它的深度 你如果不去刮板金灰的话 它出来的效果喷出来以后 它还是有这个字体啊 因为这个 它并不像别的颜色 纯白的有可能会不太明显 但是这个的白银呢 必须得刮板金灰 然后给它打磨平整 然后再喷底漆 喷完底漆再喷面漆 才能 把这个字体的划痕给盖入 所以说 这个鸡盖 全喷 乱停 看你还以后乱不乱停 这一块有个小坑 也得一起处理了 反正整鸡盖喷了 直接拆掉喷 整鸡盖拆喷 然后 就是这 让人给踹了一脚 这明显的就是一脚丫子嘛 对不对 整个把这个金线给干进去了 就这么一脚 对不对 整个 变形 挺严重的这个门 可以看到中间那个金线的话都给 直接一脚给压进去了 然后这儿鼓了 这儿欧进去了 这儿鼓了 上面这个 一个大的平面 整个起了个大坑 然后这儿撅起来了 这门子 还有哪 别的地儿应该没了 他是堵着人家 侧面堵着人家了 然后人家上去干 这儿干一脚 然后机盖上 写个乱停 后盖好像是被人干了一下 这块 被人家干了一下 这块不知道是他自己干的 还是被人家划的 这块有点伤 这两块先不整 今天咱们就整乱停 就整这个乱停 这还有个坑呢 就整这个乱停这俩字 和 右后门被人家踹的地方 咱们先做板筋 把右后门的板筋给拉出来 然后 再把机盖整个给打磨 然后 刮板筋会喷底漆 中涂底漆 必须中涂底漆 要不然机盖 时间长了它会发黄 中涂底漆能有效的 防止氧化 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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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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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